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E&E的手作頻道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 鯨魚的鯨魚果汁 那我們就先把它來拆開吧 因為它背道是說明書 所以我們不是用絲的 我們連的這裡要先解 說明書的部分是日語 那我們會幫大家處理好整個步驟的問題 現在我們首先介紹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非常簡單喔 它就是這邊不是有線嗎 這裡有一條隱形的線 有一個凹槽進去的 那這個線呢 要從這邊剪開 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樣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剪開吧 它有一個凹槽可以對齊 剪刀的話 這樣就是以單眼瞄準 然後 一樣那個刀餅跟那個撐直線 然後鐵槽在那個 撈金魚的湯匙 然後我們現在把湯匙 從這個下面拿下來 那要 好 好 就要給你 水水 把它弄下來之後呢 它大概會長這樣 那我們就從前端這裡 這邊不是有一個圓形的透明的嗎 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就這樣 你在 你回想小時候 你國小在做數學習做的時候 把東西延續 先撕下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然後呢 我們把它撕下來之後 這樣還稱不上 算是一個湯匙 湯匙會有什麼 會有餅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餅 餅的部分就是 壓著紙飛機 第一個步驟一樣 要把中間線 中間線弄出來 它已經幫你弄出來 它會很好 你就直接按照這個中間線 把它捏下去 然後稍微 壓一下 旁邊側鍊兩個 往上壓一下 它就變成一個 簡易湯匙喔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的就是 這個 魚形狀的果凍 它上面說 要把水 倒到這個 陰符 下面有陰符的 盒子的這邊 倒到這一條線 好 好 它現在應該差不多 剛好 在那一條線上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加入這個 可以變成魚的粉末 是有橘色的魚 跟藍色的魚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 做藍色的魚 小心翼翼的刀進去 小心翼翼的刀進去 粉末在旁邊 然後呢 大明治之後要攪拌 攪拌之後它變成一整個 藍色的液體 然後藍色的液體呢 我們就要把它倒到這個 魚形模板 這個就是我們的魚形模板 把液體倒到這裡面 這樣 把魚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將計時器計時十分鐘 等它離過 不過要等全部蓋完 它有橘色的 沒錯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的是橘色的魚 阿剛才我們做的藍色的呢 藍色的模具在這裡 為什麼它會變乾淨 因為要先把藍色的模具 清理乾淨才能做橘色的 好那我們就先交給 它做橘色的 那接下來也是把橘色的粉倒進去 好這就是橘色金魚的粉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魚全部給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等十分鐘 來我們要先做 那個網子的夜池 要做網子的夜池 要拿這個星號的那個盒子 這中間有個星號 各位眼地很好的觀眾應該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水 那一樣你是要裝水 裝到這個凹槽線上 這邊你如果有買的話 你自己摸摸看這邊會有一條線 總之就是要裝到那條線就對了 然後我們現在裝完水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 紫色的這一包 把它放到 然後一樣 一爐網才會攪拌 那我要不要先開什麼 好OK 那在上面攪拌的鍋子同時 我們就來製作網子吧 網子的做法就是簡單暴力 什麼是簡單暴力呢 就是我們只要拿著這個湯匙 我們把它浸泡到這個水中 這杯水 然後再拿起來 就會有 這個夜池就會自動吸附在我們的湯匙上 OK 我們就來 倒數30秒 這邊靜下去的時候要數30秒 心裡打他數 29 30 wow 它變成一個天真無邪的網子吧 其餘夜裡掉不掉 我發現這是個網子 網子 網子 網子啊 那我們現在就要等這些鯨魚凝固 需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剛進十分鐘 現在應該是要一點點時間了吧 對啊 然後倒了倒了 把水倒進去之後呢 今天小鯨魚就會 我們就要讓這些小鯨魚油出來 從後製 然後再用這個把它們撈起來 對 好了 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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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一隻出來了 好 我們接下來 哇 長得好像鯪魚喔 啊不是 藍色你用 不是 沒有 我就直接把它弄起來了 接著我們要開始撈魚囉 接著我們要開始撈魚囉 我們要把 我們要把這個魚 撈起來之後呢 把它給 放到 剛才我們 不要讓它帶網子 做的新型的這個 新型的盆子裡面 那我們就先讓它 我們先營救 我先營救藍色的 好 幫你弄 沒關係 我要重做下去用衛生紙 然後把它整個上面的網子 整個 把它 把它這樣子 欸咻 這樣弄 這樣弄 把它擦乾淨 之後呢 好 撈起來 像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兩個 所以等一下我們還貼在做八個 但我相信我的手 沒有這麼讓我失望 會讓輪要做到八個的幸福 好了啦 我們鏡頭轉到這裡 我們將這個網子 它是完毫無缺 沒有破掉的 喔 把它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剛才那隻 我們這樣撈起來之後 欸它完全被弄破了 破掉了 我同學第三次 這次我研發了最結實的 最厚實的 你看它這邊一大片 完全不可能會破掉 對 絕對不可能 倒不可能再穿牆了 我看你怎麼開外掛 超結實 謝謝 阿這個我就把它吃掉囉 好把這個 我們再把最後一個 斬得很像草莓粉 有色的這包倒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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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三二一 趕快攪拌喔 這個加上去應該是要讓下面的液體 把它凝固成果凍子 因為我們等一下這整個都要一起吃 大家一起游泳 那然後可以吃 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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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的 嗯 好吃 口感 跟骨湯附近有什麼差別 看來看來 口感 可是一般果凍 因為差不多就是他比較多 很好吃耶 它是 外面這層透明的呢 是有點像蘇打氣水的感覺 蘇打口味的 果凍 然後 藍色的魚是 應該是摸不中水果 但我吃不到 然後橘色的魚 喔是橘子的 然後外面這層藍色的水 就是汽水的口感 但是他沒有 不是口感啦 汽水的味道 而且他沒有 泡泡 好 那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做我有耐心 觀看到現在 好 掰掰